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特精英语文课堂 我是樱桃老师 上次我们讲了旁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 由此我们知道了 古人认为天地是如何形成的 并且根据旁古开天辟地这个故事 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汉字、一些字词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故事 叫什么呢? 看屏幕叫钻木取火 这里读钻木取火 第一个字他既读钻还读钻 读钻的时候它是一种打孔 穿孔用的工具读钻 读钻的时候它就是说打孔 钻孔这个动作读钻 这个故事叫钻木取火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着急,等会儿老师就给大家讲 那在讲钻木取火这个故事之前呢 老师先带大家讲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古希腊是哪里呢? 地球啊那么大 有一个地区呢 有一个地方叫欧洲 老师现在属于在亚洲 你们呢是在美洲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欧洲 在欧洲呢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地区叫古希腊 古希腊不是国家 是一个地区 在这个地区 古希腊有一个神 他的名字呢 叫做普罗米修斯 他的中文翻译名为普罗米修斯 他是古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 非常厉害的一个神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呢 古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 因为有了他还有了人类 那只要是对人类有用的 能够使人类幸福的呢 他都交给人类 他呢就像人类的老师一样 可是他虽然创造了人类 可是人类的世界里没有火 没有火 我们就不能吃熟了的食物 他们只能吃生的食物 没有火又没有光亮 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 那普罗米修斯啊 看到人间的这样一种情况呢 内心他是非常的难过的 他就想帮助人类 那老师想提问 如果要是你的话 你看到人类是这样子 没有火 只能吃生的食物 你会不会也想帮助人类呢 我相信小朋友们 一定会选择帮助人类的啊 那于是呢 普罗米修斯呢 就冒着生命危险啊 他去冒着生命危险 去太阳神阿波罗那里 偷了火种啊 偷了火种 于是呢 他就把火种带到了人间啊 带给了人类 在没有把火带给人类之前呢 人们是不能自己生活的 他是不能自己生活的 那由于普罗米修斯呢 把火带到了人间啊 也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 人间的火是怎样来的啊 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那有感兴趣的啊 小朋友呢 可以刻下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还是非常精彩的啊 老师呢 只能讲一点点 你可以刻下自己去看 那这是古希腊的神话中 讲到了火是怎样来的啊 是怎样给人类使用的 那在中国的故事里啊 中国的神话故事里 人类又是怎样取火的呢 接下来呀 我们就要正式的讲 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题目 敦目取火这个故事啊 在中国啊 有一个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一个神 他是谁呢 不要急 我们等会儿在故事中就了解了啊 首先呢 我来出一张火的图片 那提到火 看到火 小朋友会不会感觉比较害怕呢 火烧得很旺啊 就感觉有点吓人 或者啊 我们听说哪个地方着火了 感觉挺吓人的 挺可怕的 但是呢 老师还想让你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火 没有火 生活可不可以呢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火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现在啊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吃肉 那你想吃肉呢 妈妈就去超市给你买 非常的方便啊 回到家呢 用锅给你做出来 对不对 我们吃到的肉 是煮熟了的肉 那我们想一想啊 在最开始啊 人类没有火的时候 他们吃的肉是什么肉啊 只能是生肉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生肉 没有煮熟 好像吃不下去啊 如果吃了的话 我们的肚子也会不舒服啊 对不对 会容易拉肚子 拉肚子就会容易生病 非常影响人们的生活啊 所以你觉得火 对于古时候的人们 重不重要呢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其实不管是说有什么时候 就是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时呢 有一个人 有个圣人 他也是这样想 那以前的人们呢 看到自然界的火 也是非常害怕的啊 他虽然不能自己生活 但是自然界偶尔会产生火啊 他会看到的时候都会比较害怕 就想要躲起来 但是偶尔呢 他们遇到那些被火烧过的食物啊 那些被火烧过动物的肉 嗯 吃起来买香的啊 就像我们吃烤肉一样啊 嗯 Yummy yummy 真好吃 那有一个圣人啊 就想 哎呀 人类要是能自己 来取火就烤了啊 对吧 我们就可以自己 想什么时候把肉烤熟了吃 就什么时候烤熟了吃啊 不用非得等到 大自然的火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嗯 所以呀 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国家呢 不是国家 sorry老师说错了 有一个地方呢 叫睡民国啊 睡民国不是国家啊 它是一个 固时候 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啊 我们看这是读睡啊 睡这个字比较难 我们只要知道它读睡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明这个字 明老师在讲 旁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啊 他左眼变成了日 也就是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 月亮啊 那日月合起来 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字 就是明 明亮的明 明天的明啊 睡民国啊 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 木落一个地方 那在睡民国呀 又一棵 大树啊 看图片里 这棵大树啊 当然啦 老师这个图片里还不够很大啊 我们可以想象的 东方故事说呀 这棵树是那种超级大 超级大的一棵大树啊 你就想象吧 我们看到那些树 有一些看到大 一些比较大的树 神话故事里呢 可能比我们看到那些树 还要大啊 超级大的树 这个人呀 这个圣人呢 一天啊 就来到这里 来到这个树跟前 他呢 就看到一只鸟 看到一只鸟 这只鸟呢 嘴巴尖尖的 我们来看 这只鸟 嘴巴尖尖的 他在干嘛呢 他在用 他尖尖的嘴巴 不停的在 啄这个树 这个字念 啄比较难啊 我们知道 它是啄就可以了啊 啄 就是老师做动作啊 你也可以做动作啊 就这样 比如说这是鸟嘴 尖尖的嘴 就一直这样子 咄咄咄咄咄咄咄 这样子 啄这棵树 这只鸟啊 啄得特别的快 它一直不停的啄 啄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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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呀 这个圣人就发现 这个树啊 冒出了一丝丝火星 哎 有火出现了 于是这个圣人很聪明的就想到 鸟这样不停的啄 树就产生了火花 如果我像鸟这样子去做 模仿鸟的嘴 我不停的去钻这个树 有可能也会钻出火花来 大家想一想 这个圣人的想法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有没有可能实现 有可能实现 也有可能实现不了 光是想没有用 要真的去操作 我们看 他找来了一根细细的树枝 于是就在一棵粗粗的树盖上 他坐在粗粗的树盖上 不停的钻啊钻 老师拿着铅笔 他手里这只小木棍 他就这样的小木棍 这样的不停的钻啊钻啊钻 就钻这个 结果大家看 看图片这里 有火 有着火了 产生了火 冒烟了 那就说明他怎么样 他成功了 这个圣人非常高兴 高兴极了 他就想 同此以后 我们就能自己取火了 不用再等待大自然中的火了 我要把这个好办法 告诉身边所有的人 这样子呢 人们再也不用吃生肉了 可以把肉烤熟了吃 这样呢 我们的肚子也不会不舒服了 不仅我们可以吃到生肉 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还可以围坐在火旁边取暖 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 我们好呀 对不对 于是呢 这个也就是我们 一个成语的点 叫钻木取火 也是今天故事的名字 就是这个 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读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 那由于这个人呢 是在碎民国这个地方 对吧 老师说 这是碎民国这个地方 那这里有一棵大树 刚才说 超级大的树 叫碎木 也就是因为 然后呢 这个人呢 这个圣人呢 用这个碎木 钻出的火 所以人们呢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向亮的名字 叫碎人士 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老师最开始 一直都是说圣人 给他叫圣人 但实际上 后面呢 因为他钻木取火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碎人士 他叫碎人士 主人公 他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非常厉害 那后面呢 有机会 我们还会学到 女娲 女娲的故事 女娲补贴 女娲造人 女娲呀 就是碎人士的女儿 还有福西 都是他的孩子 那这个呢 就是老师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钻木取火 那老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啊 反复的提到一个字 反复的提到一个字 哪个字呢 反复的提到了火这个字 那火最早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啊 这是火最早的写法 我们来看它像什么呢 它是不是有点像上节课老师讲那个山 山 然后呢 还像什么 我感觉它有点像棉花 那实际上啊 最早的写法 它就像这个火呀 燃烧起来的火焰一样啊 燃烧起来的火焰一样 然后呢 一点一点演变啊 一点一点演变啊 火最早的一几种写法 然后呢 演变成现在的这种火啊 现在的这种火 那我们呀 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 大声的读一下 火 火 那这个字呢 要求我们会写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 火 我们注意看啊 它是先写两边啊 后写中间 不是先写中间 后写两边的啊 要注意 我们看它第一笔是点 第二笔是撇 第三笔又是撇 只不过这个撇 可以称之为竖撇 因为它最开始有点像写竖一样啊 竖撇 然后是 那 我们再来写一遍好吗 请举起你的小手指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一笔点 二笔撇 三笔 竖撇 四笔 那 这就是火 这个字 你记住了吗 那通过火这个字啊 我们给它主词 我们还可以再认识更多的字 那 火 在烧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火苗啊 这个词语读火苗 先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 火苗 嗯 那火燃烧起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光亮 发出来的光 我们又称之为火光啊 这个我们一起来说啊 火苗 火光 火我们应该很好的记住了 老师呢 帮你记住一下 苗和光这个字 我们先来看苗这个字 苗下面是一个田字啊 下面是一个草字头 它就像什么呢 它就像啊 呃 这个 一个小 一个小苗啊 从田里长出来的样子啊 从田里长出来的样子 我们看 从田地里 长出小苗了 长出河苗了啊 这个读苗 我们一起来说火苗啊 这个字读苗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光这个字 光啊 最早啊 它就像一个人跪坐着啊 头顶有火 代表明亮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光上面这一部分 哎 是不是就像火燃烧的样子 是不是像火这样子啊 火燃烧的样子 对不对 这是光这个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火苗 火光 嗯 非常好 那通过火这个字呢 我们除了认识火 还认识了苗 还有光啊 认识了三个字 非常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再继续往下学 老师刚才提到啊 在穗宁国 有一个 什么 有一棵大树啊 有一棵大树 嗯 我们来看啊 这是那棵大树 嗯 这是大树的两个字 我们先来看树这个字 树 左边是 木字旁 木 老师在讲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 讲过啊 木 它就代表树 啊 它就代表树 那树 最早以前 它是代表重的意思啊 比如说是重树啊 重一样东西 重的意思 那现在的树 就是指树了啊 就是指树 那它是木字旁 与火有关啊 它读树 这个字 树 木字旁 木有关啊 读树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大这个字 再看大 大最早长什么样子呢 最早是什么样子的呢 读树 我们看 大最早啊 就是这个样子 它像什么呢 像一个人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天气的那个天啊 它也像一个人的形状 人的长 人的外表 那这个大字 就是我们手脚张开 它不是立正的长号 它是手脚张开 小朋友可以站起来 可以做下这个动作 手脚张开 这个大字 那通过 做这样一个动作呀 我们能很好的记住这个字 对不对 大 有大就会有什么呢 有大就会有小 对不对 有大就会有小 接下来呀 我们通过大这个字呢 学一下它的反义词 小 哦 sorry 然后再你们学一下 大这个字的笔顺 学完大这个笔顺之后 我们来一起学小 大 首先第一笔是横 第二笔是撇 第三笔是纳 啊 啊 举起你的小手指 我们再一起说一遍 第一笔横 第二笔撇 第三笔 那啊 我们张开手脚啊 就是一个大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反义词小啊 小啊 最开始啊 是三个小数点一样的啊 三个小数点一样的啊 是沙粒啊 是沙粒 我们想沙粒多小啊 啊 小是 这个三个点 代表沙粒啊 用来表示一个物体 一个东西的小啊 一个物体 一个东西的小啊 我们也知道小的意思啊 大 小 那我们看 两只可爱的大象啊 一个比较 长得比较大一点的象啊 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象 大小 大小 除了是对反义词 大或小 它还是一组词语啊 读 大 小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大 小 嗯 那在这里呢 老师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大和小字啊 还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字 组成什么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诶 我们看 这个字 上面是小 对不对 下面是大 但我们看 它上面这个小啊 好像和 这个小字 有一点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上面这个小 这里 没有钩 诶 单纯写小字的时候呢 这里是有个钩的啊 竖钩 但是和 大 组成 这个字的时候 它这里没有钩啊 直接是一竖 这个字读什么呢 读 尖 尖 比如说 我们的 笔尖 对不对 笔尖 这个物体这一头 这一端是尖尖的啊 我们看 下面大 上面小 尖尖的 对不对 下面大 上面小 尖尖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字 尖 笔尖的尖 还有那个尖刀啊 一个刀 尖刀 那通过大 这个字 我们认识了小 我们学习了小 那也学习了尖 啊 大 读词 大 数啊 还有 大 小 那 除了这样 这两组词语 还有其他的词语吗 老师在最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和大家打招呼 对不对 说了什么 大家好 啊 大家好 就是 大家 是一组词 或者是 大家好 都对啊 都是一组词 大家 大家好 那 加这个字啊 老师 帮你们 再记忆一下 加深一下 它这个印象啊 加这个字 老师告诉你 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我们来看啊 加上面 这个地方 宝盖头 就像一个屋顶啊 仿盖一样 对不对 那它下面这是什么呢 下面是什么呀 是小宝宝吗 不是啊 我们看这个图片 加下面这个字 在古时候 是指小猪啊 是指小猪 我们来看 小猪 家呀 为什么下面是小猪呢 古时候啊 老百姓 在家里 如果有人去世了的话 他呀 要在房廊下面 白头小猪祭拜 有人去世了的话 他要在房廊下面 白头小猪祭拜 就是家 就是家这个字 那后来呢 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啊 我们的家 home 对不对 好的 我们通过大 认识了家 大家 足了词 还有大家好 招呼 吴冒的用语 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 故事中 他在那里 发现了大树 对不对 那在大树上 他又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 一只鸟 啊 诶 sorry sorry 不要心 碰到 碰到这一页 我来快速的过一下 抱歉 他又看到了一只鸟 对不对 他那只鸟在干嘛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学习鸟这个字啊 我们看 鸟 哎 哎 我们来学习一下鸟这个字 那鸟造字啊 就是根据鸟的样子 来创造这个字的啊 你看他一点一点的 演变成今天的这个鸟啊 他最早根据鸟的样子 来创造鸟这个字 然后一点一点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鸟字 那鸟 可以组什么样的词语呢 比如说 小鸟啊 还有鸟儿 对不对 这是鸟儿 这个小鸟 小刚才我们已经学过了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鸟儿 小鸟 我们看这树上有两只小鸟 我们再看这只小鸟 哎 长得还很好看 对不对 那还有一只鸟啊 长得比较黑 他全身都是黑色 那是什么鸟呢 那是一只 乌鸦 对不对 哎 它是一只乌鸦 那乌鸦的乌 最开始 它就代表乌鸦的意思啊 它就是乌鸦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这个乌子 是不是和刚才那个鸟 长得比较像呢 特别像 区别就在于哪里啊 刚才那只鸟啊 这里面有一点啊 在这里面加了一点 就代表了鸟 哎 这一点啊 代表鸟的眼睛 啊 那为什么这个乌鸦 要去掉这个眼睛呢 难道乌鸦 没有眼睛吗 它也有眼睛啊 不然它怎么飞呀 它也看不见呀 那是为什么呢 它和鸟的区别 就在于这一点啊 这一点呢 是代表鸟的眼睛 乌鸦为什么没有 这一点呢 不是说它没有眼睛 而是因为呀 乌鸦 长得 太黑了啊 你看它全身 都是黑色的 羽毛是黑色的 它的眼睛也是黑色的 都快看不见它的眼睛了啊 都快看不见它的眼睛了啊 所以呢 把这一点去掉啊 就是乌 乌代表乌鸦的意思啊 你看 就算我们看这个图片 它这个眼睛 我们也很 很难看见 对不对 不容易被人看见 所以啊 把鸟的一点去掉了 就是乌 乌鸦的意思啊 好的 那这是乌鸦 啊 加一点就是 鸟 嗯 那我们想想 这只鸟啊 刚才那只鸟 一直在 叨叨叨叨叨叨叨的 啄那个树 你觉得它是在干嘛呢 叨叨叨 它啄 为什么要啄那棵树呢 难道 它也是为了取火吗 它是为了 也产生 火花吗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吗 还是说 它想要 吃虫子呢 它一定是不想要 啄出火花来的 万一啄出火花 把它自己烧到了 怎么办 对不对 它是为了 吃虫子的啊 这根鸟啊 它不停地啄这个树 它可不是为了生活 它是为了 吃虫子啊 吃虫 那 虫这个字 你们之前 认识吗 那接下来呀 我们来就讲 虫这个字啊 虫 你们害不害怕虫子呢 我是有点害怕的 虫 最早的时候 老师出示这个图片 你不要害怕 它最早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不要害怕 我们看啊 尖尖的脑袋 有两个眼睛 然后呢 它的身子是弯弯的 尖尖的脑袋 两只眼睛 身子是弯弯的 像是在爬 虫 最早啊 是毒蛇的意思啊 毒蛇啊 代表蛇的样子 那后来呢 变成我们现在 说的这种虫子啊 所有虫类啊 都可以用虫 比如说 这里面 各种各样的昆虫啊 各种各样的昆虫 那就是虫这个字 那虫这个字 也是需要 我们会写 会记的啊 老师带你们 一起来写一下 这个字 先看啊 第一笔 是竖 我们看 这个 屏幕上出现的 黑色这个字体啊 黑色的 一点一点写的 一笔是竖 请举起你的小手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一笔数 二笔 横折 三笔 横 四笔数 五笔题 六笔点 我们再来写一遍 这个笔画稍微多一点啊 一笔数 二笔横折 三笔横 四笔数 五笔题 六笔点 六笔点 这是虫子 大家能很好的记住了吗 这是虫 那生活中啊 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事物 是与虫有关的 是与虫有关的 我们一起就通过虫这个字啊 再来认识一下 其他的字 虫 作为偏旁 可以组成新的字 可以变成新的字 和别的字 组在一起 变成新的字 我们看 这是什么 看这个 夏天来了 它就出现了 大家都比较讨厌的 是不是 它会给我们身上 盯出一个包一个包 痒痒的 特别讨厌啊 特别讨厌的 它是什么 蚊子 对不对 它是蚊子 我们看蚊子 它左边是虫这个字 右边是蚊聚合的蚊 语文的蚊 蚊子 它还读蚊啊 这是蚊子 虫字旁啊 大家都讨厌的蚊子 那还有什么字呢 也是虫字旁的啊 这个就比这个蚊子 可爱一些了 对不对 它是蚂蚁啊 蚂蚁 我们看 蚊和蚊 这两个字 全都是虫字旁 全都是虫字旁 而且我们看 马 右边这个字 就是马 啊 我们说那个 马儿的马 那虫加上马 它还读 马啊 蚂蚁的马 我们一起再来 整体说一下 前两个啊 蚊子 虫字旁的蚊子 蚂蚁 蚂蚁啊 虫字旁的 虫字旁的 还有什么字呢 这都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事物 对不对 嗯 这是一只 小青蛙 对不对 青蛙的蛙呀 也是虫字旁 嗯 我们看 虫字旁 然后呢 右边上面一个图 下面一个图 就写成了蛙这个字 也是虫字旁 我们一起来说 青蛙啊 读蛙 蛙 青蛙的蛙 虫字旁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虾 你们喜欢吃虾吗 嗯 虾 同样 同样 也是 虫字旁啊 你看 左边是虫 右边是 虾这个字 然后它合在一起呢 读虾 虾 都是与虫有关的字啊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起来说一下 第一个是 蚊子 蚂蚁 一起说啊 青蛙 然后是虾 然后是虾啊 虾啊 虾的虾 好的 那这呢 就是我们今天 通过 端木取火这个故事啊 所学的一些漢字啊 嗯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字啊 一个一个一个来啊 第一个字 什么 火啊 火 火怎样组词来着 火苗 火光啊 我们还可以读更多的词语呢 比如说大火 火花 都对的啊 还有我们说那个火体肠的火 都是这个火啊 火 就是第一个 我们学的字 火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是什么 大 大 那 伸开我们的胳膊 手脚啊 就是大 这个字 大 那大 读哪些词语来着 有 大树 啊 还有 大家 嗯 还有大小的大 啊 大小的大 当然了 还有我们大人的大 嗯 都是这个大啊 嗯 还有 大熊 对不对 好多东西 只要是比较大的 都可以用大来形容啊 那通过大 我们学习了小 那个字 还记得吧 那大和小 在一起 组成了什么字 还记得吗 组成了 尖这个字啊 上面是小 下面是大 啊 小 大 尖 啊 小 大 尖 什么尖 笔尖的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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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说 笔尖 对不对 都是这个尖啊 笔尖 还有尖刀的尖 都是这个尖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记得吗 哎 它是鸟啊 它根据鸟的外形 哎 根据鸟的样子 来创造的这个字 那一点 鸟的这一点 代表鸟的眼睛 鸟 鸟儿 小鸟的鸟 啊 花鸟的鸟 那去掉这一点 就变成了什么了 鸟子去掉那一点 就变成了 乌 啊 乌鸦的乌 乌鸦的乌 因为乌鸦是黑的 后来才变就是乌 延伸出了比较 比如说乌黑的 形容那种黑黑 黑黑的东西 乌 最开始它就是乌鸦的意思啊 乌 乌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字 虫 虫啊 它最早是指毒蛇 那现在呢 是指虫子一类的啊 所有的虫子一类的 都读虫 通过它 我们还知道了 蚂蚁 都是虫子旁的啊 青蛙 还有虾 都是虫子旁的字 还有蚊子 都是虫子旁的 虫子旁的字 还有很多 你下客厦的时候 去找一找啊 看看他们都是和虫有关的字啊 可以再看一看 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字啊 那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些字 都是要认识的 那其中还有几个字呢 是需要我们会写的啊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会写的那几个字 要求我们要写的 第一个字就是火啊 我们一起在最后大家一起写一遍啊 一笔点 二笔撇 三笔 树撇 四笔 那 火 第二个要求我们会写的字是 大 大这个字 一笔 一笔是 横 二笔是 撇啊 同样 你看 它也像火的这一 这一点 对不对 它是 树撇啊 也可以称之为撇 然后第三笔是 那 嗯 都比较 好写 对不对 一笔横 二笔撇 三笔 那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啊 老师 带你们写的这个字啊 要求我们会写的是 从这个字 一笔 数 二笔 横折 三笔横 四笔 数 五笔 提 六笔点 啊 这个字呢 稍微比前面两个字难一点点 所以我们写两遍好不好 一笔数 二笔横折 三笔横 四笔数 五笔提 六笔点啊 这是从这个字 那到这里呢 我们本节课就结束了 老师讲了 尊穆取火这个故事 然后呢 又通过尊穆取火这个故事呢 我们又学习了一些汉字 那小朋友呢 回去的时候 可以自己啊 去网上 或者是买书 看一看尊穆取火这个故事 好吗 好 然后呢 再练习一下这些字词 好吗 那本节课呢 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谢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问我好吗 好吗 好吗 我好吗 好吗